其實我本來內心的 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有人出來 讓我找一個理由不要選 天啊 怎麼變成這兩個 天啊 韓國瑜 我講嘛 你們覺得咧 太可怕了 財力都就是 你會變成姚文治 到底小英跟你誰會變成姚文治的 我跟你講齁 我評估夠了 這要贏實在太困難了 是這樣啦 小英比姚文治強 韓國瑜比丁守中強 然後雙方可以動員的資源又比上次強 所以我算過 你知道齁 如果我用2018年的打法 除非我現在贏超過8 不然不會贏 所以現在你現在問我 現在去選一定輸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我們還在研發原子彈 不曉得 你今天頭條 你還被害 不是啦 不是啦 如果現在去選的告訴一定輸 對 假設你不想選 那你覺得蔡小英跟韓國瑜 哪個比較強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民進黨選舉技術很強 你不要靠那個 所以打到最後 沒有啦 一個方式是這樣啦 因為韓國瑜也不耐打 不耐打 不耐打啦 我跟你講 那個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像什麼農社 那個太多了啦 他不是 他不是像我們這種清白從政 你知道嗎 我在看韓國瑜的時候 我不是看韓國瑜 我是在看韓國瑜為什麼會形成那個大環境 所以林卓水寫的那篇我完全同意 他是韓流的三個支撐 第一個是深藍 這個比較簡單 第二個是三大家族 阿彪 阿彌 阿彌 富君奇 第三個是最大的 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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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就是 他的生活不好 韓國瑜現在搶到一個代言 他是窮苦大眾的代言人 他是搶到這個帽子 他把那個窮苦大眾的帽子戴上去 所以金聲金剛不壞 今天只是他去佔了那個位置 所以一根火才不會造成森林大火 是那裡有一桶汽油 所以今天要探討 不是韓國瑜 是韓國瑜現象怎麼形成的 其實郭台銘 有時候是這樣啦 有時候你不要看大老闆 有時候政治上還是很天真 很天真的 很天真的 他如果拿著你揮手 你會打贏嗎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如果 我就說你自己選就好 我支持你就好了 你要支持他 但是他要選得贏 但是他要選得贏 你不要我們支持你 你又選不贏嗎 我們就跟你一起倒霉嗎 有道理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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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